我还记得你小时候 特别爱吃鱼 现在是不是也特别爱吃 看着有点恶心 不是特别针对你的啊 别介意 的确最近吃的有点多 所以看着就恶心 我忘了你不知道 所以别假装你很了解我 没事 你针对我也是应该的 我不介意 孩子 那时候你还小 很多事 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的 别慢慢说了 直接进入主题吧 找我干吗呀 你哪儿来我手机号的 还是你已经见过我奶奶了 你很聪明 是你太自作聪明了 这儿不让丑言 别丢我脸 谢谢啊 说吧 你到底找我跟我奶奶干吗呀 你奶奶她得了癌症 时间不多了 她给了五万块钱 让我好好照顾她 做一个好妈妈 我 现在是你唯一的亲人 你也配 我有且只有一位亲人 就是我奶奶 你呀 什么都不是 我知道 这么多年在你心里 我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经历的事情 要比你以为的 你知道的 你理解的 要多得多 还有 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到这儿 是因为你奶奶 是你奶奶找的我 你现在的样子 跟小时候很不一样 那时候 只知道哭 因为小时候不懂事 以为哭就会有人抱 后来才知道 不是所有小孩哭就有人抱的 有的小孩 只能自己爬起来 这就是我对你最后的影响